4月4日,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 举行2015年新春联欢晚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领事组长于雄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地方民选官员,侨团代表和华人华侨 四百多人欢聚一堂,共和2015年新春 我们会一关来说 加强吹动中美关系友好 经贸交流 另外为华林在南加州的华林服务 我们每年都做一个清除中国国庆 在华协合唱团的欢乐中国年和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 新春晚宴拉开序幕 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分会会长张永恒致欢迎辞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事组长于雄 国会议员赵美新也分别上台致辞 并颁发贺状 华协分会副会长梁全 秘书长魏林峰 财务长黄瑞豪 也介绍当晚出席晚宴的主要来宾 美国华人协会南加分会将继续推动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 为推动中国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努力 联系在美的华人华侨 参与主流活动 创造和谐桥社 中美友好 巩固世界和平 中美联手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 谢谢大家